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请了他的好朋友南天大侠陆忠远 教了他嫁衣神功 然后陆忠远他就出来帮叶南天寻找他的仇人 寻找熊手 这个两个人的造型是非常不同的 叶南天他本身就是比较随便一点 然后比较man一点 比较粗犷一点 然后这个陆忠远他本身头发是扎起来 然后身穿百仪 在形象上他是一个比较斯文的一个人 可是两个都是大侠 所以这一次呢一个人演两个角色是挺好玩的 既然拍武侠片呢打戏是必然有的 而且我是演天下第一大侠 叶南天当然是很多打戏 我可以说是我拍过那么多动作的片子的时候 最多打戏的一部戏了 所以对我这个没有受过武侠武功训练的一个人是比较辛苦一点 我是当时是以陆忠远刚出场的时候 在河半边跟这个花乌缺也就是回一天大打出手 我们那个就打了好几天 我们从湖岸边打打打打打到树林上打打打打打 打到河边河面上也就是在水上打打打打打打打 打了再回到河边 那个掉很多钢线掉很多威亚 然后也蜻蜓点水啊在在树上啊就是非常漂亮的打 我印象非常清晰的就是那是我第一场跟一天打的戏 然后呢那场打戏的感觉非常漂亮 它不是一个很阳刚很强烈的一种打戏 如果你看的话没有看那场戏的话 我们两个是似乎是在跳舞很有文艺的感觉 至少是我觉得了 就是我们是非常飘逸的一个感觉 那场戏飘的那场戏拍的很漂亮 而这场戏也打得很过瘾 因为都会掉威亚吧 我要转换这个刀 第二场我记得呢就是我跟这个陆中远跟胡怡天在一个青楼里面 就是妓院里面陆中远在调查这些拐带那些小小孩子的小女孩的那个时候呢 然后他在妓院里面大打出手 有翻桌子啊有桌子啊有有有手就是很多很多过招了 而且那个呢我记得我们是在室内 所以室内的时候要从调威亚要飞要调就比较辛苦 所以那场戏我也觉得这个陆中远呢就是不是我自夸 他蛮帅的因为他是很散的嘛 然后他就是举手投足之间就把那些那些罗罗全部给打败了 然后当然在妓院里面打完之后呢我们就找到了那些小女孩 然后又突然又被暗算了 然后又被这个又被好多条甚至绑住 然后胡怡天又进来 终于我们两个人本来是不是太信任的地方 就在这个这一场戏里面我们得到了一些就是理解就是互相理解 另外一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跟罗家郎大哥对打 他是演江别鹤他也是天下他也是武功非常高的 我跟他一共有两场打戏 一个就是当燕南天重出江湖的时候 这个江别鹤他已经练成了我的嫁一神功 他以为可以把我打倒了 可是我就是砰砰砰砰砰 然后结果呢在几招之内我就把他打败了 我最喜欢的那场戏是因为打败他之后 我自然说甲一神功岂是尼等鼠辈所念成的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也就是说燕南天的甲一神功 其实是只能给那些身心非常正直的人念成的 我非常喜欢那场戏 是因为其中有一个就是他向我飞过来的时候 我就这样很酷的拿着箭上 拉了就是把箭抽了出来 然后当时呢那些五指呢他们 各位兄弟呢他们就拿了一个告气压的一个管子 把地上的叶子就随着我的这个台面这样拉出来 那个叶子全都因为被我的气带动而这样啪飞起来 我觉得那个啊那个 shot真的是超酷的 对非常喜欢 第二场呢就是我跟照样是罗家兰大哥 我们当时我是演陆中原 我有一点精神分裂了 当时我是演陆中原 今晚应该会拍混卷 因为我们是很多就是打斗的场面 我跟他拼死 然后他要按送 然后我就装罪 然后就发生了一些事情 所以 有点excited 很期待 我已经怀疑他对我要把我干掉了 所以我假装喝醉 然后他要杀我的时候 我就醒过来 我们大打出手 我记得我们那个拍了好几个晚上 因为前几个晚上对峙在下雨 就是要拍的时候就下雨 停了之后 要准备要拍的时候又下雨 所以而且因为我们的时间大不上嘛 所以有时候我是跟他的那个舞梯打 有时候是他跟我的舞梯打 所以最后我们才把这个画面结合在一起 有好几 有一个晚上吧 我们就把我们两个人的对立拍掉 所以那场戏也蛮有意思的 在整部戏里面 我拍的最长的一场戏呢 就是我们的大决战 就是这个小鱼儿跟花无缺的大决战 你在戏里面看到的那个山啊 山坡 那个树 那个瀑布 还有那些一切的一切 也其实都是道具组建出来的 对 那个山啊 什么我们能站的山都是建出来的 所以有山有水有树 然后呢周围360度人 他们都是绿布景 然后变成一个山崖的样子 我觉得真的是做得太好了 因为你们如果看的话 你们会知道 那个布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因为有太多元素 有必须太多镜头 而且又不同的人的对白 不同的人的打斗 不同的角度 不同组的人一直在拍 所以那场戏是我印象中拍的最长的一场戏 所以也因为那个景非常的美 也因为是一个大决战嘛 所以全部东西都在这场戏里面总结 所以那场戏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 因为拍的好久 常年到我们野人最怕就是跟动物跟孩子拍戏 然后里面呢 那我有一场戏是同时跟动物跟小孩子一起拍戏 因为呢我得坐骑这个马车 不是还好不是骑马 骑坐着马车 然后我背着呢就绑着一个baby 是一个真的baby来的 所以他那时候 古代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所谓的baby carrier 所以那个孩子非常辛苦 他被绑着的时候 他的脸是切着我的背的 基本上他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可怜呢 那个小女儿 那个小孩子 因为他我觉得 我觉得因为那个马车在走 然后我打的时候 有时候他动的时候 他也会在我的背后 所以他 我觉得他非常不舒服 所以他一直在那边哭啊哭啊 所以 然后我要控制马呀 要控制孩子啊 所以压力非常大 那个真的是 真的是动物跟小孩子 不然他玩呢 那个我玩呢 那就是 他在玩玩 어제 哎 哎 掉了 没掉了 没运吗 带那个 慢慢 再打 快 再手的一点 再手的一点 真的 再手 就是我们演员 在武侠片之所以这么帅 这么好的话 其实都是靠那些五子兄弟 在武术种的兄弟们 我们拍武侠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 真的是有些人机太危险 不觉得OME ON 这个价格来帮他 再带他来 有一场戏我记得非常清晰 我在《赶赛要去》 二人谷的路上 有七个到水 我们就从八圌楼に行 我们就从悬崖 这样七八个人一起跳下来 阻止我前进 那时候他们七八个人都掉维亚 然后从八楼吧 就这样跳下来 掉维亚这样跳下来 我觉得那时候那个画面 真的是太漂亮了 八个人都没有 我记得那时候我去看啊看 才待了 因为非常危险 可是他们为了戏 为了戏好看 真的是非常辛苦 在这里呢 我觉得我得说 感谢你们五世主 各位兄弟 因为你们 我们才能够拍得那么好 拍得那么好看